casseam 今天影片也不知道主題應該要命名為什麼 只是 因為我發現我的妝啊從以前到現在越化越淡 然後想就是化一些比較不同的妝 就是比較早期然後比較濃厭高一點的感覺 那用的產品我也沒有一定選就是現在買到的東西 就是手邊有什麼用什麼 然後翻一翻抽屜看有什麼東西很久沒有用就拿出來用這樣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妝容 想要看怎麼畫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這個色號是Sand 他咬一咬 自己咬一咬 他其實沒有我想的那麼液體啦 還是有一點點厚度 這個是藍芝的氣墊粉撲 之前買他們的東西送的 唉唷 手太粗嗎 三隻摘我進去耶 摘兩隻喔 三隻好了 兩隻能用 你在手上拍 這個粉底的妝感就是比較清透的 上起來還蠻舒服的 可是遮瑕度就很普通啦 就是血管啊 膚色不均啊一些比較輕微的瑕疵可以遮掉 我如果你用海綿上的話會更薄耶 我忘記點粉撲就可以稍微點加一下 再來用這個J Blasco的Blue Neutralizer 稍微修飾一下黑眼圈 一點點就好耶 因為這對我的皮膚現在膚色來說有一點點深 美美你不要玩指向 欸欸欸 你住進去喔 他住進我那個眼影的指向裡面 他現在很吵 你原諒他 他現在想辦法把自己擠進很小的指向 再來用這個Bobbi Brown的遮瑕 這個色號是Warm Ivory 這個色號對我來說有一點點提亮的效果 上一點再鼻涼好一點點就好 可是他的質地是那種比較 比較 比較粉一點不是很油潤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一上完要趕快拍開 不要全臉都上一上之後才一起拍開 可能會有點弄不開 再來我要上一點這個Besame的鵝黃色的蜜粉 我就上在局部有遮瑕的地方就好 因為我皮膚比較乾一點 再來用這個Suku的眉粉來畫眉毛 先用裡面的淺的咖啡色稍微整個燒一下 然後用深的咖啡色加強一下眉尾 再來用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眼影底膏 這個底膏是透明的 而且對我來說不會太乾 很多底膏對我來說都已經太乾了 然後再來上這個霧面的象牙白色眼影 這個是Bobbi Brown的Bomb 然後我用的刷具是什麼 Deading Tools 778 再來用Sauce Box的這個Eater Palette的這個顏色 暈染一下眼窩 然後用的刷具是一個瑪的E35 再來再用這個暖一點的咖啡色 暈染眼窩很有味 對 再用同一個顏色 像在下眼影的地方 然後刷具換一支 這個是Sigma的Exact Blend 再用這個墨綠色調的咖啡色 上在眼尾的地方 然後刷具用這個MAC 219 再用KIKO的這個眼影 這個色號是200 再用這個米白色打亮眉骨 用的刷具是Dellium Tools 778 然後再加 順便修飾這裡好了 應該會比較乾淨一點 再來用RMK的睫毛夾來夾睫毛 再來加上眼線還有睫毛膏 好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在抽屜翻到一支這個Media的眼線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我抽屜裡欸 還蠻好畫的 然後我就拉了一下這個眼尾的眼線 然後再來腮紅 然後用這個Essence的 這是什麼啊 霧面的腮紅 30號 我不知道這個現在架上來有沒有欸 應該是買了蠻久的 再來打亮我要用這個3CE的打亮盤 然後用中間這個顏色 然後刷具我還是用同一把 再來唇膏我要用這個Maybelline 的這個Flighter這個色號 應該算是霧面的唇釉之類的 好那今天這個比較誇張的妝容就完成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畫成這樣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還有我的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